朋友们就在核四准备交付公投 国内民间反核声浪也高涨之际 名嘴唐湘龙日前却在政论节目上说 日本福岛核灾当中 抢修电厂的工作人员 不要说没死了 连染病的人都没有 这段发言立刻在网络上掀起踏法 那么今天唐湘龙解释说 自己确实没有看到官方认可的资料 证实有人因为核灾而死亡 不过旅日的反核作家 刘黎儿则是批评 唐湘龙根本在说谎 上节目大谈荷兰问题 名嘴唐湘龙的这段话引发争议 进去分批抢救的 这将近70个所谓的福岛有用事 那他们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 到目前不要说死亡 连因此而染病的都没有 唐湘龙这段语出惊人的谈话 在网络上掀起一片踏法声浪 党的作家刘宜儿 甚至在报纸上杠上他 还用这篇谁说福岛核灾没死人的文章 批评唐湘龙根本是在说谎 刘莉儿搬出数据 强调东京电力公司已经坦诚 有五名抢救核电的工人 因为心肌梗塞死亡 还说台湾不废核 就会变成下一个福岛 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任何 就是说官方所认定的 就是说因为福岛核灾 核辐射的感染而造成死亡的case 这个是从一个专业语言 跟专业数字上面的判断 但是这些数字丢出来 并不表示我是对的 我只说希望能够引发更多的讨论 我希望就是说 他能够认清事实以后再发言 否则的话就是他被解读为 是帮政府或是帮台电 在做这样的宣传 因为这明明是一个谎话 是一个谣言 面对外界批评 唐湘龙首度现身成亲 只是他不但坚持 自己的论点没有错 还向反核团体下战输 对于我的素质 你认为对或者是不对 对我的立场你认同或者是不认同 我欢迎各种理性的 能够提出素质去反驳我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在硬拗 他就说没有官方素质没有死人 他现在在人家的伤口上面撒烟 然后用了一些不确定错误的资讯来发言 我觉得他是应该要道歉 这把反核战火意外延烧到唐湘龙身上 让他成为剑拔 明镜新闻陈秀宇黄志玉 陈佳阳泰博导